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企业教练千金方的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Seline 各位朋友 我今天又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谈谈电影了 我想大概就是在这个二三月的时候 电影圈里面的大事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当然就是那个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 所以通常在这个时间 那个台湾的这个各个院线 就会有好多好多好看的电影 全部都纷纷出容 所以呢从过年以后啊 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好电影 就几乎是层出不穷 那我当然也看了好多部 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完 所以我想说利用今天呢 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些 跟这个奥斯卡可能有关系的 也有一些或许还不见得赶得上 奥斯卡的一个这个参讲的 但是也是今年很受蜀目的一些新电影 分别来跟大家这个聊一聊 好那我就要来跟大家谈谈 我们的看就是我想跟大家介绍的一部新电影 这一部电影叫做温馨港湾 那温就是温暖的温 心是心里的心 叫温馨港湾 温馨港湾这一部电影 它是那个芬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 雅基郭利基马基这位导演所这个创作的一个作品 那这个雅基郭利基马基这个导演 他过去曾经以没有过去的男人 这部电影得到砍成影展的大奖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他显然也是一个镀金的这个导演 好那这个导演 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质 就是他的电影 通常都不会太长 那像这一次这一部这个温馨港湾 就只有96分钟 短短的96分钟 可是这个导演真的 在这个96分钟里头 这个运用的各种的这个心力 真的一点都不马虎 96分钟 他这样短的电影里面 他所运用的这些演员 各个都非常非常的惊人 其中这个男主角 这个尚皮野李奥 然后饰演这个男主角的太太的 凯蒂奥提南 还有这个尚皮野达胡桑 安德烈威姆等等 这些演员一个一个一个都曾经镀金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导演他其实是一个名导演 而且显然是很多很多演员 都争先恐后的想要跟他来合作 那这样的一个导演 他到底会拍出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电影呢 这个温馨港湾 跟我们想象中可能很伟大的电影 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就是像他的这个电影名称一样 很温馨 好那这个电影其实很单纯 那只是他有一个很不单纯的背景 就是这个导演是芬兰的导演 可是这一次这一部电影 他选择的拍摄地点 是选择在法国 在法国的一个港口 那那个港口叫做这个勒哈佛港 勒哈佛港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想如果喜欢这个艺术的朋友 大概就不会陌生 有一位这个印象派的画家 叫做莫内 莫内这一位画家 其实他也是印象派的 这个就是印象派的 这一个名称 他的一个这个创始人 因为莫内在这个印象派画家里头 这个画了很多的画 那其中当开始印象派的 第一次展览的时候呢 在那次展览里面 莫内就展出了一幅作品 就叫做日出印象 那印象派的话 就因为这个给人家感觉 因为光影 那个塑造的非常的好 可是整个电影因为光影的关系 所以那个电影的 那个写实的过程 就会显得比较 不是那么的一个明确 所以在那种有一点点 模模糊糊的过程里头 很多这个来看画的人呢 就开玩笑的说 这是什么画 这个根本就是凭着印象嘛 好那印象派的这个名称 就这样子成立 所以你知道印象日出 这幅画可以说是 这个莫内帮印象派 做出了这个印象派的 这个名称的定名的画作 好那莫内的这个 日出印象这一幅画 所画的那一个景象 就是乐哈佛港 好所以呢 这一个刚刚我提到 在那个参与这部电影的 这些演员里头 其中有一个演员叫 上皮耶达胡桑 他是演一个警探 那这个警探的名称 名字就叫做莫内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导演显然 透过了他的这一部 温馨港湾 其实也有一点点是在 跟这个印象派的大师 莫内致敬 好电影常常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这样 很多的导演 他们喜欢透过他们的创作 然后去跟某一些 他们所喜欢的 这些艺术家 这些创作者 去做这个连结 好我就要来说一说 这个温馨港湾 到底内容在讲些什么 温馨港湾的这个男主角 叫做马歇 马歇呢 他年轻的时候 可以算得上是那种文艺青年 喜欢文学 喜欢创作 然后个性的潇洒不羁 所以呢 到各地 这个去放逐流浪 最后 他就选择了 勒哈佛港 作为他人生 进入晚年的一个 这个栖息的地方 那因为年轻的时候 整个人生几乎算是 怀才不遇 所以并不是很有成就 那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茶鞋匠 那每天呢 就靠着微薄的工资 过日子 那幸运的是 他有一个 他非常的 这个热爱的这个太太 他们夫妻两个人 非常乐天之命的 过着很平静 而且很幸福的生活 导演非常非常的厉害 短短的96分钟 他一点都没有浪费 在第一场戏的时候 一戏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用很快速的方式 很利落的手法 就介绍了这个马歇 他的一个生活圈 我们就看到马歇 每天呢 他就是在那个港口的地方 在车站的地方 帮人家擦皮鞋 然后工作结束的时候 他就沿着这个回家的路上 到杂货店去买一些东西 回家 到面包店去买一些面包 然后回到家之后 把钱交给了他的太太 然后他的太太就帮他准备晚餐 然后利用这个等待太太准备晚餐的时间呢 这个马歇呢 就到小酒馆里头去喝一杯酒 带着他心爱的狗 好 这就是马歇的这个生活 这样平静的生活 有一天起了变化 因为他的太太身体不舒服 然后去医院就这个做检查 然后就顺道住院了 原来他竟然得了癌症 那他的太太因为知道马歇 非常非常的爱他 所以呢 就不敢跟马歇说 他就自己独自这个承受 这个化疗的这种痛苦 那马歇呢 就往返家里跟医院中间 然后还是跟以前一样 擦皮鞋 这样的一个过日子 好 就在这一个时候 有了一个更特别的意外 就是勒哈佛港 因为是一个港口 有一天 这些港口警察 他们就查获了一个货柜 结果发现这个货柜里头 竟然藏着很多的 这个走私的人口 那在这个就是检查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这个来自非洲的小男孩 他就逃跑了 好 这个 这些港口警察们就开始 瞒天铺地的 开始在搜索这个小男孩 结果这个小男孩 当然就意外的跟这个马歇相遇了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 很一连串的这种很特殊的奇遇 马歇他就开始对这个男孩子 做起了人道救援 非常非常让人微妙的就是 这个导演 郭利基马基 对于马歇为什么要去援救这个男孩子 完完全全都没有做任何解释 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 马歇就看到了这个男孩子 然后就觉得要帮助这个男孩 那这个男孩因为他想要偷渡到美国 他要先到伦敦然后再辗转到美国去找他 在美国工作的妈妈 那马歇就透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一个方式 去找到男孩他的一个祖父 然后了解要怎么样把男孩送到这个伦敦 然后开始大规模的跟这个警察们 玩起了这个官兵桌强盗 然后更让人神奇的就是 当马歇在帮助这个男孩子的过程里头 那个他平常去光顾的这些杂货店 这些面包店还有酒馆 这些所有的这些邻居们 竟然也都一个一个的 不必有任何理由的就来帮助马歇 他们甚至为了要帮助这个小男孩 筹措那个就是偷渡的钱 就找了一个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 这个演出的一个乡村歌手 来重新办一场这个音乐会的一演 然后这一个乡村歌手 他竟然也就没有太多犹豫的答应了 这个导演非常神奇的就是塑造了 这样的一个真善美的一个社会 然后就马歇就非常非常的顺利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帮助了这个小男孩 甚至在最后一幕非常非常惊险的一个 这个要在男孩子要偷渡要上船的时候 很惊险的警察追到的时候 差一点点要已经已经这个事迹要败露 就没有想到那一个一脸扑克脸的 这一个末内这一个警探 竟然也在那个临门一角里头 帮助了这个这个小男孩 整个电影神奇的好像童话一样 好可是你知道我们在看的过程里面 一点都不觉得突兀 因为这个导演他真的非常精准的运用了 好多好多这种人物的互动 包括他们的对白非常的幽默 包括这个马歇 他所有的这种行为模式 都让人觉得好像理所当然就该这样 我们在猜想这个导演也许是要提醒我们 就好像他明明是一个芬兰的一个导演 可是他选择在法国拍摄这部电影 然后南强北调的他并没有要大家都讲标准的法语 然后这个男主角马歇他年轻的时候走过了很多的地方 到了年老的时候才在这一个法国落脚 然后这个小男孩也是从非洲来到了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导演似乎在告诉我们 真的整个移动的世界里头移民的问题 我们也许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 不是只是你来到哪里 我就把你送到哪里 或者可能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办法去区分 谁应该在哪里 谁不该到哪里 而是既然世界可以是一家 那我们就应该要用一个更人道的一个角度 来看待这个世界 一点点的善意可能可以拉近彼此之间 更多的这一种这个温馨也拉近更多的一个距离 所以导演用了一个非常温馨的手法 把这个不到一百公分的电影包装的非常非常的动人 那整个电影有美丽的风景 有温馨的人际关系 还有这个一点都不落熟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 那最后这个男孩子在众人的帮忙之下 他当然就顺利的就就就上船 然后就偷渡了 那导演给了一个更大的惊喜 给了马修 就是在做完了这么一切的这些 这个就是很单纯的一个真善美的事情之后 马修的太太竟然也发生了好大好大的奇迹 所以我就开玩笑的说 这一部电影就好像是拍给大人看的一个童话故事 也许真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人生 真的已经是有太多的苦难了 你看世界各地因为整个环境变迁的关系 所以天灾人祸不断 然后整个欧灾的危机 让我们几乎看不到那种经济的明天 那到底这个世界接下来会走到什么地方 到底接下来整个生活 到底会有没有一个出口 还有整个经济会不会又面临再一次的大萧条 我想每一个人都没有把握 那在面对这样子 完全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时代里头 这个导演 这个这么的资深 这么的一个有名的导演 雅基 郭利基 马基 他就用了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角度 来看待这个世界 他也许他在告诉我们 不管这个世界走得多么的进步 科技发达的 多么多么的一个快速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人心 只有当我们愿意回归到一个 最传统的最单纯的那种赤子之心 我们才可能把这个世界里头 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 可以让它变成可能 所以在现在好莱坞都一直强调 那种3D或者是一些非常这个科技的 这种各种运用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欧洲的导演 他反而用最单纯 最传统的方式 拍出这样的一部电影 我觉得就更让人 觉得很特别了 这个电影 现在应该是正在各个院线上映 如果有兴趣的人 真的可以好好地去看一下 可是你一定要是爱电影的人 如果你喜欢看好莱坞的电影 会不会喜欢这部电影 我就不敢保证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我就继续跟大家聊 第二部电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